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老师刚刚开始学日语的时候 那还是在我初中的时候 没有老师教 连书都买不到 但是就是很喜欢 一定要学 后来呢 还是拜托同学的父亲 出差的时候 帮我带了一套日语学习书回来 刚开始嘛 当然也是学五行 没有老师教 只能边听词带边琢磨翻译的技巧 一遍一遍对比自己和磁带里的声音是不是一样 写法的话呢 先是仔细地观察书上的写法 然后每个假名都在笔记本上认真抄写了好几百遍 自己给自己做听写 墨写 做小卡片测试自己 这样练习下来 不到三天就把假名都给记熟了 通过我自己的学习经验呢 我总结了两条学习的建议给大家 一 一定要全身心的投入 才会达到最好的效果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妄想着一天上完全部的课程 肯定是学不好的 同学们一定要每天上课 勤加练习 才能牢牢记住所学的知识哦 二 被假名和单词的时候 一定要开口读 动手写 反复朗读和抄写是记忆的最好方法 记单词不仅仅是用眼睛看 一定要调动你的身体去记忆 这样记更有效率哦 皆さん 一定要记住老师教的方法 がんばってくださいね 首先 做几道题目 回顾一下前面几课学过的内容 题目比较多 大家打起精神来哦 がんばってね 日本 日本 赤い アイス 四次 朝六次 七次 七次 九次 三次 四次 アニメ アニメ 前面几课的内容 大家还在反复记忆吗 千万不能丢了哦 有空就把单词拿出来背一背 好 跟着老师朗读一下上节课学过的假名 な に ぬ ね の な に ぬ ね の はい よくできました 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 あたらしい授業をはじめましょう 今天我们要学习五星音的第六行 は行 大家先跟着老师朗读一下 は ひ ふ へ ほ は ひ ふ へ ほ は ひ ふ へ ほ ふ 今天的这一行假名 非常搞笑 为什么说搞笑呢 因为这当中的每一个假名都代表着一种笑声 老师来示范一下 首先是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嗯 这是第一个哈 然后呢 是尖笑 嘻嘻嘻嘻嘻 然后呢 是轻轻的用鼻子笑 嘻嘻嘻嘻嘻 然后呢 是傻笑 嘿嘿嘿嘿 最后呢 是蜡笔小新的妈妈经常发出的笑声 呵呵呵呵 呵呵 这样大家应该对哈哈的假名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了吧 よし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个一个认真学习一下 第一个假名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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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发音和汉语的哈差不多 记得嘴巴不用张太大 来跟着视频朗读几遍吧 哈 よし 咱们来看看哈的平假名写法 哈一共有三笔 左边一个竖钩 右边一横 最后一笔呢 是竖下来再画一个圈 大家已经学习了25个假名了 相信对于平假名的笔画构成已经非常熟悉了 左边的竖钩 我们在学习 你和k的时候就已经学习过了 最后一笔的小圈呢 在上节课的nu和ne的时候也练习过了 相信现在写起来应该是得心英手了吧 再来看看片假名的哈 同学们出现了 又一个数字型的片假名出现了 基本上照着八字的样子写就可以了 很多同学记片假名的时候 总是和平假名对不起来 那么怎么办呢 其实很多都可以连起来记的 比如哈的片假名长得是不是很像汉字的八呢 那么我们就记哈巴哈巴哈巴狗 这样是不是一下子就记住了 planet 海中是本台了 วัส Exclusive 春 初晴物 はちみ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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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晴 itt 初晴 初晴 はじめまして はじめまして 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初恋的影子 情全的记忆吧 作品的内容呢 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我想提一下女主角的名字 叫做 花元白宮 里面有两个哈哦 花元白宮 大家有时间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 这样的话 她们每次叫女主角的名字的时候 大家就要想起来 这个是我学过的假名 哈 哈哈哈哈 蜂蜜蜂蜜 你记住了吗 第二个假名 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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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音呢 是在原音 一的基础上 加上辅音 吼一口气就对了 ひ ひ よし 跟着视频大声朗读几遍 ひ ひ的平假名写法 只有一笔 可是难度系数可不低哦 看这个ひ字 像不像一个鼓鼓的钱袋子呢 上面还绑了绳子呢 写这个字啊 要点有二 首先 这个袋子一定要鼓起来才好看 千万不能是干瘪瘪的哦 其次 上面的开口处 并不是在字体的正中间 而是要稍微偏右一些 よし 赶紧练练吧 ひ的片甲名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匕首的B字 但是最后一笔不用勾起来哦 那么要怎么系呢 要么你就想 你捡到了一个鼓鼓的钱袋子 里面不仅有钱 还装了一把你梦寐以求的正品瑞士军刀 也就是匕首了 你非常高兴 但是又不敢大声笑出来 所以就眼嘴偷笑 嘿嘿嘿 哼 相信大家最后一定会实惊不昧 把捡到的钱和匕首 都交给叶子老师我来保管的 然后我就 嘿嘿嘿 接下来学习单词啰 接下来学习单词啰 久しぶ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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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个練習 混合一下 ホール 第三个假名 у 然后呼气并且震动声带 lock fått 记住要点 1 不要嘟嘴 放轻松 2 上下唇不能互触碰 ok 跟着视频多多练习几遍吧 f f的屏角名呢 也有手写体和印刷体之分 首先是手写体 一共要写四笔 简单来说就是上面一点 下面类似于一个小字的写法 而印刷体呢 则是把四笔连成了一笔 这就有难度多了 一不小心就会写得很难看哦 咱们没办法跟日本人比说流利的日语 至少可以写出比他们更漂亮的日文字哦 所以同事们一定要对照标准字体 多多练习几遍 相比之下 Fu的片斩名可就简单多了 横 撇一笔就搞定了 跟着笔顺图练习几遍吧 冬 冬 冬 お風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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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ナイ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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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フラレ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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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能也有所耳聞 日本人爱洗澡可是出了名的 他们洗澡吧 和我们的习惯还不一样 一般的日本家庭在浴室都会有浴缸和一把小凳子 浴缸可以理解 小凳子是用来干嘛的呢 难不成是坐着洗澡吗 对了 很多日本家庭都是坐着洗澡的 这样不会滑倒 洗起来也方便 尤其是给小孩上肥皂的时候 这么想想还挺有道理的 另外啊 洗澡只是其次 更重要的工序是泡澡 浴盆浴缸在日语里叫做 お風呂 所以呢 お風呂に入る 进入浴缸就是泡澡的意思 日本人会在浴缸的外面 先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了 然后再进入お風呂的里面开始泡澡 以消除一天的疲惫 而且由于他们是不在お風呂的里面搓澡的 所以呢 里面的水其实很干净 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一般是爸爸泡完了妈妈泡 妈妈泡完了小孩泡 孩子比较小的话呢 就和爸爸或者妈妈一起泡 浴缸要是够大的话 全家人一起泡都可以 还记得 チビマルコちゃん 樱桃小丸子和爸爸 一边泡澡一边唱歌的情景吗 这就是日本的泡澡文化了 お風呂你记住了吗 上课累了吗 闭上眼睛 休息一下吧 休息一下吧 では続きましょう 让我们继续开始学习吧 第四个假名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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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发音是汉语中没有的 读作 嘿 嘿 千万不要错读成了 嘿哦 好 跟着视频练习一下 嘿 嘿的平甲名就一笔 像一个小山丘 非常简单 注意右边要比左边长哦 嘿的片甲名就非常好记了 和平甲名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唯一的区别在于 片甲名的嘿 这个小山丘的山顶呢 是尖的 而平甲名呢是比较圆润柔和的 好的 练习一下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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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个假名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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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的发音不算难 大家跟着视频练习一下吧 ho ho的评假名 乍一看怎么这么眼熟呢 啊 原来就是我们刚刚学过的ha上面多了一横而已 大家看日本人hohoho这么笑的时候 一般呢都会把手挡在嘴边 所以呢ho就比ha多了一只手 这样记住了吗 ho的评假名和木字有一些相似 但是呢 记得第二笔竖完了以后还要一勾勾起来 而且最后的一撇一捺是独立的 不要和前面的两笔连在一起哦 试着写写看吧 ホラー ホラー 说到这个host啊 有的同学要激动了 尤其是女同学对不对 先别着急 老师呢给不了解的同学先普及一下 host是一种什么样的职业 大家都知道 在以高节奏高压力著称的日本 他们的娱乐生活也非常的丰富 尤其是一到晚上 各种各样的酒吧夜总会就要开始歌舞升平了 其中呢有一种店叫做host club 里面的服务员都是男性 而且大多是帅哥哦 而顾客呢基本上都是女性 host的工作就是陪这些女性顾客聊天喝酒 帮助他们排解生活中的压力 正规的host都是经过严格训练 从点烟倒酒折毛巾到聊天的内容 礼仪都相当的苛刻 讲究技巧 他们的收入呢主要是靠客人点的酒来计算提成 近几年host俨然成为了日本媒体的新宠 相关的动漫日剧电影有很多很多 比如英兰高校南宫官部啦 夜王啦 女帝啦 host的盛行也算是日本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了吧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来看一看哦 ほか ほほえみ ほすと ほし よし 今天的五个假名就都学习完毕了 还记得我们今天学习了哪些假名吗 对了 代表五种校生的 はひふへほ 对不对 老师在此再提供一种记忆方法给大家参考 首先ははは和ほほほほ 基本上呢算是得意的笑 都要张大嘴巴对不对 所以は和ほ都有一个小圈在里面 ひひひ呢是尖笑 所以仔细看这个ひ啊 长得又有一点像一张咧开的嘴 嘴巴都笑得挂到耳朵上去了 然后是ふ ふ呢一般是只用鼻子 ふふふ这样笑 所以呢 ふ长得有点像个大鼻子 而へへへ是傻笑 傻傻的一笑 眼睛就没有了 所以呢 へ长得有点像笑咪了的眼睛 大家觉得怎么样 笑不笑 よし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复习今天的内容 はひふよほほ はひふへ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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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りふ 春 蜂蜜 ハワイ 初めまして 春 蜂蜜 ハワイ 初めまして ひ ひげ ひまわり ヒロイン 久しぶり ひげ ひまわり ヒロイン 久しぶり ふ 冬 お風呂 ナイフ ふられた ふゆ お風呂 ナイフ ふられた へ へや へや へた ヘアスタイル へこむな へや へた ヘアスタイル へこむな ほ ほほし ほほえみ ほほえみ ほすと ほら ほし ほほえみ ほすと ほら ひまわり ヘアスタイル うそでといって それでも ふられたのは 私です 私です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ヘアスタイル 南宮關部的主題曲 さくらキッス 音之吻 キッ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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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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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